将两岁孩子交给二姐帮忙照看 谁知就把孩子给照看没了 小玲会不会是被拐卖了 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就严重 家人欲报警 二姐拦着却不让报警 并一改之前的说法 又说呢 小玲是让她给送人了 孩子到底是丢了还是送人了 亲姐姐到底对自己隐瞒了什么 出轨姐姐害了我的孩儿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4年的一天 在外打工的王源接到大姐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大姐非常着急 说你赶快回家 你女儿走丢了 这让王源感到纳闷 女儿才刚刚两岁 走路还不稳当 怎么会走丢呢 王源像热锅上的蚂蚁 只想着赶快买票回老家 看个究竟 这女儿在哪儿 是不是真的出事 说起王源 其实也挺苦命的 她出生在贵州的农村 在三个姐妹当中排行最小 王源家很穷 高中毕业之后就外出打工 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 这一出去就是十年 十年的辛苦打拼 一位婷婷少女已经有了岁月的沧桑 她的努力使家里的生活条件 有了改善 然而自己的终身大事一直还未解决 于是在2010年 王源经介绍与苏涛相识 王源回忆第一次见到苏涛 只觉得对方是高高大大 挺结实的 两人又在同一个城市打工 离得也不远就开始相处 两个月后 两个人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结了婚 一年之后就生下了女儿苏玲 据王源的母亲讲 婚后两个人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 王源经常带着女儿回到娘家小住 娘家人都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 但这样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孩子的出生使家里的开销加大 不幸的是孩子刚过百天 这丈夫就失业了 失业后的丈夫脾气暴躁 原本就重男轻女 嫌弃王源给他生了个女儿 因此常常酗酒 发泄不满 打骂王源 丈夫的家暴令王源无法忍受 于是在2012年 孩子才几个月大的时候 王源和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孩子由王源抚养 丈夫每月支付抚养费 王源摆脱了这仓促又不幸福的婚姻 但生活总是很现实的 一个女人带着才几个月大的孩子 这日子该如何过呢 离婚后 苏涛以无业为由 没有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目前这娘俩的生活费都成了问题 更别说什么远大离想 于是王源决定再次踏上外出打工的道路 出发前 王源是再三考虑 父母年纪大了 身体又不好 谁来照顾女儿 小玲呢 女儿和二姐最亲 二姐住在县城 时间宽裕 家庭条件也不错 二姐对小玲呢 也是视若挤出 非常喜欢 王源最后就决定 把女儿托付给二姐 王岚照顾 二姐一直照顾的都很好 怎么突然就出事了呢 经过六个小时的路程 王源回到老家 已是晚上十点钟了 第一件事 她就追问二姐王岚 女儿到底是怎么走丢的 二姐面对妹妹的质问 愧疚地说 都怪我呀 你也知道 我平时虽然大大咧咧 但照顾孩子是毫不含糊 可偏偏那天犯了糊度 当时我在屋里做饭 就让小玲一个人在外面玩 当我做完饭 出来叫小玲吃饭的时候 小玲却不见了 大姐在一旁说 直到小玲走丢了 就马上给王源打电话 然后发动全家 是一起找 这不就找了整整一白天 找遍了周围所有可能的地方 也没有找到小玲的下落 王源想啊 小玲那么小 根本她不可能走远 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小玲会不会是被拐卖了 如果这样的话 问题就严重了 王源和家人商量着 马上报警 可是王岚却不同意 祖岚说 大家再找找 惊动警察干嘛呀 说不定是被邻居给抱走了 大姐听了这话 不高兴的反问她 邻居抱走了 连招呼都不打 就把别人的孩子抱走吗 二姐王岚这缺乏逻辑 躲躲闪闪的话语 引起了大家的怀疑 因为这二姐王岚从小就是个藏不住事的人 大姐对她再了解不过了 于是在大姐的再三逼问下 王岚又有了另外一套说辞 二姐一改前面的说法 又说小玲是让她给送人了 那小玲又送给谁了呢 二姐说她前段时间和朋友一起出去旅游 当时临坐有一对夫妻 看着小玲是非常的喜欢 这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 家庭条件也非常好 唯一的遗憾就是结婚后没有孩子 一直就想收养一个像小玲这样可爱的孩子 王岚想要小玲在这样优越幸福美满的家庭长大 未来会完全不一样 于是呢就头脑发热 擅自做主 把孩子送给了那对夫妻抚养 自己完全是为了妹妹和小玲着想 但是事后又怕家人责骂 所以才谎称这个孩子走丢了 王岚听了以后是又急又恼 这一向靠谱的二姐 怎么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啊 看到事态如此严重 王岚此时已是心急如焚 当务之急是赶快把小玲给找回来 二姐说 自己把那对夫妻的联系方式还给弄丢了 只好找当时一起旅行的那个朋友问问看 一家人就追问 王岚是和谁一起出去的 赶紧去找那个朋友 说起二姐一起结伴出游的朋友 其实王岚的心里已经猜到是谁了 二姐曾跟他说过这个人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人叫杨铁栓 王元氏焦急万分 他不再相信二姐 更不信那个杨铁栓 他和大姐商量来到公安局报了警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小玲到底是不是被拐卖了 真相到底是什么 二姐王岚和杨铁栓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们对女儿又做了什么 二姐王岚本打算给离异的妹妹王元介绍个对象 但自己却和这个男人好上了 妹妹王元一直劝他 冲动是魔鬼 婚外情就是一杯毒酒 冲动的感情让王岚不顾一切的带着不满两岁的小玲去了这个男人的农场 王岚走的时候是带着小玲走的 然而回来的时候却只有王岚一个人 小玲到底在哪里是死是活 在农场的这一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出轨姐姐害了我的孩儿 正在播出 警方在侦察中对杨铁栓和二姐王岚进行了审问 这才发现两人的关系并非普通朋友这样简单 两人的相识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慢慢浮出了水面 王岚在村里也是出了名的人物 性格外向的他在十年前和邻村的小伙子汪海结了婚 婚后生了个儿子 王岚从小是能说会道非常泼辣 而丈夫呢正好相反 平日里沉默寡言 婚后啊什么事都是王岚做主 两人相处还算融洽 2013年儿子要到县城去读初中 王岚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 干脆啊就和丈夫商量 在县城学校附近租建房子 方便照顾儿子 让儿子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虽然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可是王岚整日除了洗衣做饭之外就没什么事 因此为了不让自己这么闲的无聊 王岚在隔壁饭店找了个活 每天傍晚他提前把晚饭给两个孩子做好 儿子放学呢就能帮他照看小林 他就可以去隔壁饭店做小事工 虽然挣的不多 但也可以贴补家用 王岚是非常喜欢和人打交道 经常和客人聊天 让他认识了很多的人 这份工作也让他非常开心 王岚和洋铁栓也是这样认识的 有一天饭店的老板娘来了位亲戚 就是洋铁栓 老板娘呢叫王岚一起陪着吃饭 大家就闲聊起来 这聊天中啊 王岚得知洋铁栓35岁并非本地人 毕业之后自己创业 在县城里经营一个洋厂 几年前离了婚 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这离婚之后 一直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王岚听到洋铁栓条件这么好 人感觉也不错 这让王岚感到有些心动 他想到自己的妹妹也刚离了婚 小林一直跟着自己也不是个事 自己虽然把小林当亲闺女 可是毕竟不在亲妈身边好啊 要是把妹妹介绍给洋铁栓 妹妹就会有一个新的家庭 凭洋铁栓的经济实力 妹妹肯定不需要到外面打工 能够专心照顾孩子 王岚于是对洋铁栓 说了自己妹妹的情况 洋铁栓很感兴趣 想进一步了解下 王岚干脆就趁热打铁 对洋铁栓说 我就住在隔壁 现在就去我家先看一下照片吧 看到王岚如此的主动 洋铁栓也不好拒绝 就跟着王岚去了 可是到家里并没有找到妹妹的照片 于是两人相互留了联系方式 还加了微信 二姐王岚特别当回事的 跟妹妹介绍着洋铁栓的情况 还把洋铁栓的电话也留给了 妹妹王源 当王源得知洋铁栓已经有了 两个孩子之后 觉得不太合适 就没再来往 但这件事一来二去的 却让二姐王岚和洋铁栓越走越近了 洋铁栓幽默风趣 经济条件又好 二姐竟不知不觉的喜欢上了这个人 每天有事没事的都得聊一会儿 后来在一次姐妹俩的通话中 王岚就告诉妹妹 她喜欢上洋铁栓这件事 并让妹妹替她保密 妹妹王源一直劝她 冲动是魔鬼 婚外情就是一杯毒酒 将来姐夫要是发现了 你就没办法收场了 姐夫对你和孩子那么好 应当珍惜才对 但是王岚却觉得 丈夫老实的让人感到无聊 生活是毫无乐趣 妹妹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只是劝说姐姐要踩住刹车 后来王岚才知道 妹妹背地里还给洋铁栓打过电话 让她离开二姐 不要破坏二姐的家庭 为此还和洋铁栓 在电话里发生了争执 妹妹的态度 其实也让王岚有些犹豫 也想过悬崖勒马 但后来随着两人关系的 不断升温 炙热的情感 让王岚将这些顾虑 都抛之脑后 没过多久 杨铁栓就跟着王岚 说自己的洋场 生意不错 想进一步的扩大规模 需要招一批人 如果王岚愿意的话 也可以过来工作 这样两个人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本来王岚是要照顾两个孩子 超不出时间去洋场 但是经不住这洋铁栓 几番的邀请 王岚就把儿子交给了 同在县城的大姐照顾 自己带着小铃就去了洋场 这一去就是一个月 王岚以工作为由 带着小铃在洋场住下了 很少回家 老实的丈夫认为妻子是去工作 挣钱也没在意 两人说是工作 实则过着夫妻一般的生活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王岚走的时候 是带着小铃走的 然而回来的时候 却只有王岚一个人 王岚回来后呢 先去大姐家接儿子 大姐没有见到小铃 就追问小铃在哪呢 纸终究包不住火 王岚只好说小铃走丢了 小铃怎么走丢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警方的进一步侦查中 逐步还原了案件的真相 公安机关将杨铁栓和王岚 列为嫌疑人之后 两人交代 都说是把小铃送人了 但是两人对具体送给谁 送的时间地点 很多细节都对不上 撒一个谎 要用一百个谎来圆 谎言总是经不起推敲 王岚挤经警方的讯问 内心在痛苦的挣扎 最终向警察交代了真相 王岚始终在掩盖 就是因为真相太残酷 小铃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个案子根本就不是一起 拐卖儿童的犯罪 而是一起命案 那小铃是怎么丧命的 在洋场又发生了什么 王岚与洋铁栓发生激烈争吵 被激怒的洋铁栓竟拿孩子出气 你是不是疯了 这么小的孩子你也吓得去手 小铃被洋铁栓摔伤致死 而一同被起诉的还有王岚 而王岚是否涉嫌犯罪 涉嫌什么罪名呢 王岚与洋铁栓为什么发生激烈争执 两人又将分别为小铃之死 承担怎样的罪责 出轨姐姐害了我的孩儿 正在播出 原来王岚在洋场这段日子 过得非常甜蜜 帮洋铁栓处理一些事情 得心应手 找到了当老板娘的感觉 自己再也不是那个啥也不懂的村妇了 他甚至想啊 以后就这样和洋铁栓一起过日子 可是就在这时 洋场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了之后就大骂洋铁栓花心 是无情无义的陈世美 这个人竟然就是洋铁栓的妻子 洋铁栓的妻子在洋场大闹一番 直奔王岚是大打出手 好在洋铁栓及时阻拦才被制止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王岚此时才知道 这洋铁栓和妻子 实际上只是两地分居而已 还未办离婚手续 原来这洋铁栓 对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这让王岚感到自己被欺骗 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当时他就想带着小林回家 洋铁栓向王岚道歉说 我和妻子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都已经两地分居很久了 谁知道他今天会找上门来 我早就不爱他了 你的出现才让我的生活看到了希望 我肯定会和他离婚的 王岚非常难过 后悔自己没有听妹妹的话 极力坚决要回去 让各自先分开 彼此冷静一下 洋铁栓看王岚如此坚决 于是答应开车送王岚和小林回去 但是在路上 洋铁栓和王岚又因为一些事情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这一吵吓到了车内的小林 小林瞬间大哭不止 哭声激怒了洋铁栓 洋铁栓其实反感这个孩子 不是一天两天了 小林时常夹在两人中间 占据了王岚很多时间 让自己非常不方便 想到这些便气不打一出来 他停下车 先是呵斥小林 让小林别哭了 可是小林还是哭个不提 气得洋铁栓 打了小林一巴掌 此时小林哭得更厉害了 这王岚立刻阻止 并大骂洋铁栓没人性 这更加激怒了洋铁栓 他下了车 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从车外把小林一把拽下来 小林被一下子拽到车外 没有站稳摔到了地上 王岚吓坏了 也赶紧下车 对洋铁栓大喊 你是不是疯了 这么小的孩子 你也下得去手 这时候小林确实不哭了 王岚觉得不对劲 连忙抱起小林 当她抱起小林时 小林的呼吸和心跳 已经十分微弱 这可怎么办 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向妹妹交代 王岚不知所措 哭着说赶快去医院 这孩子快不行了 洋铁栓也慌了 连忙将小林抱上车 送往医院 途中小林彻底 没有了生命的迹象 王岚吓坏了 洋铁栓也直冒冷汗 实在没想到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就犯下了一起命案 王岚准备用手机报警 却被洋铁栓发现 一把抓了过来 洋铁栓怒斥王岚说 不能报警 你怎么舍得报警 我要是进去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王岚哭着说 我回去 怎么向我妹妹交代呀 洋铁栓看着情绪激动的王岚 安慰他说 一定会有办法处理后面的事情 可是王岚害怕极了 还是要报警 王岚的坚持 让洋铁栓愤怒 他威胁王岚说 这里啊 就我们两个人 警察来了 你以为你能撇清楚嫌疑吗 你说是我干的 我也可以说是你干的 我在这发展这么多年 有些关系 你也是知道 王岚听了这话 思想斗争起来 他知道洋铁栓的为人 如果不听他的话 自己在这儿是人生必不熟 恐怕是难以脱身 现在两个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不跟他配合 好像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于是两人商量着 该怎么办 杨铁栓出主意说 先把小玲的尸体处理掉 然后稳定下情绪再回家 向家人说 两人已经准备好的理由 就说呀 小玲是一不小心走丢的 可是当王岚回到家之后 本身的心里就非常的愧疚 再加上父母姐妹的多方指责 王岚的心里乱急了 说的话也漏洞百出 后来妹妹王源报了警 王岚心存侥幸 还想蒙混过关 被警方揭穿后 才交代了 事情的全部经过 警方顺着王岚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案发现场 及抛尸现场 经过尸体检验 小玲符合外力碰撞 致重度 颅脑损伤死亡 侦查结束后 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院 杨铁栓一直强调自己 没有想伤害小玲 当时小玲哭闹不止 哭得她很烦 就想把小玲拽下车清静一会儿 谁称想啊 这小玲拽下车的一瞬间 这孩子自己没有站稳摔倒了 头呢不巧 正好磕在路边的石头上 完全是意外 过失导致小玲死亡 那么杨铁栓是构成 故意伤害罪呢 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呢 两者之间又有着什么区别呢 同样是致人死亡的后果 两者的区别在于 主观心态不同 若犯罪嫌疑人 主观上具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 且伤害后果符合自己的意愿 则构成故意伤害罪 即便是造成他人死亡 只要没有直接杀害他人的动机 也属于故意伤害罪的范畴 如果主观上并不具有明显的伤害故意 而是仅仅出于过失 造成他人死亡的后果 则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本案中 杨铁栓主观上不具有明显伤害的故意 他也没有想到 小林拽下车会导致死亡 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 检察院以杨铁栓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 向法院起诉 而王岚是否涉嫌犯罪 涉嫌什么罪名呢 我国刑法上有个罪名呢 叫伪证罪 那什么是伪证罪 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 对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 故意做虚假证明 鉴定记录翻译 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意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案中杨铁栓犯罪之后 王岚作为目击证人非但没有报警 而是帮助杨铁栓捏造孩子丢失或者送人的事实 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仍然提供虚假证言 企图帮助杨铁栓逃避法律的追究 使得公安机关的侦查陷入错误 妨碍了公安机关的正常的司法活动 理应受到处罚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 杨铁栓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王岚则构成违证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六个月 王元看到女儿的尸首是气不成声 后悔莫及 他不停地责备自己 要是自己在女儿身边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其实王元的内心 始终面临着陪伴与贫穷的艰难选择 外出打工是想改变生活 等自己稳定了接孩子进城 谁承想啊 孩子并没有等到那一天 就没有了以后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没有什么能替代陪伴和关爱 王岚与杨铁树的婚外情 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他们企图编造谎言 蒙混过关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两人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观众朋友再见 为了追求爱情 她对女朋友付出了自己的真心 给丈母娘也买了一套房子 婚后不久 妻子提出离婚 同时她发现自己生意受骗 拿出尖刀 连筒王力三刀 然后割腕自己 她为何会对爱妻痛下杀手 她生意受骗和婚恋 有什么关系 绝望账 傻漆真相 明日播出